首先就是 Notice of Default 即是由你沒有交錢那天開始計算 計算三個月,三十乘三日 三十乘三日 接著就是 Notice of Sale 它給封信你,說我們打算給你多三個星期 因為這三個星期我是順便通知債主 然後這三個星期之後 你如果有錢就熟,沒有錢就沒辦法 就 Trustee Sales Trustee Sales 對落這裏,其實倒數五日 最後的五天是不能動的 因為你不能臨時,已經陳奈落定了 所以這裏呢,對上這裏的一百一十一減五日 你都可以有大塊錢的話,熟回回自己的房子 反不自當萬一了 如果不是的話呢,就 Trustee Sales 但是嚴格來說,考試就是這麼多 但是嚴格來說,如果你真的 Trustee Sales 是你可以Challenge 你Challenge 怎麼Challenge 呢? 就是要找律師 第一,當在 Auction 的時候 你要跟那個Trustee Sales 說,如果五點鐘 那間房子 是沒有一個 Cashier Check 或者 Cash Buyer 出來的話 它要另一個日子再賣 如果在一個過程裏面 有任何舞弊 或者是預先商量了 最常見的就是說 那間房子呢,不如分給 Central 21那間 Garita Gariti 那個分行那間 你知道有證據證明了呢? 這樣呢 它都要另作安排 那個 Trustee Sales 如果那個 Trustee Sales 是沒有收到這些通知信 通知不到位 沒有Deliver到 它都要另作安排 但是說來講去 它都是另一次的 Trustee Sales 通常是七天之後 但是七天之後呢 你只有兩天時間可以熟 所以其實都是拖了一會兒 你怎麼能想起來 那會不會現在 在那裡 你怎麼看 我怎麼看 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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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